一喝水尿就多 这表示肾脏好还是不好 医生终于说出真相了 医生 我一喝水 尿就多 这说明肾脏是好还是不好呢 今天去查房的时候 有个病人跟我说 他只要一喝水 尿就多 为了弄清楚怎么回事 他就去网上查询了一下 结果发现有人说这是肾脏有问题 也有人说肾脏是正常的 到底哪个观点是正确的 他也分辨不了 并且对此也比较担心 一 我们喝下去的水 是如何转变成尿液的 当我们喝水的时候 水会依次通过口腔 食道 胃 肠道 水在胃内被吸收得得很少 大多数水会在肠道被吸收 随后进入血液内 进入血液中的水分 会随着血液的流动进入肾脏 然后由肾脏过滤 变成原尿 可能会有朋友说了 既然肾脏过滤 那我们喝进去的很多水分 应该会有很多被排出体外才对 但是实际上 正常人每天的尿液量 好像并不是太多 这是咋回事呢 我们的肾脏 是存在两大结构的 即肾小球和肾小管 肾小球的主要功能 就是过滤一些物质 比如水分 无基盐 葡萄糖 尿素等 肾小管的主要作用就是重吸收 对人体有利的物质 会被重吸收再次进入人体 而对人有害或者用处不大的物质 会被变成尿液排出体外 一般来说 无基盐 水分 葡萄糖等物质 是对人体有利的 它们大多数都会被再次吸收进入人体 而一些代谢废物 就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 我们喝水以后有的人几分钟就有尿液 而有的人可能30分钟左右才有尿液 这个主要是因为尿液生成的快慢 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是否缺水 喝水的量 气温 运动量等 正常情况下 当肾脏形成尿液的时候 并不会立刻排出体外 而是会储存在膀胱内 当膀胱内的尿液超过一定数量的时候 就会发出信号让人排尿 大量的研究发现 肾小球滤过的原尿 每天大约是180L 而人每天的尿量 大约是1800毫升 换句话说 肾小球滤过的水分 有99%都被重吸收再次进入人体了 当然了 尿液的形成过程 远远比我写的这个要复杂的 但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我只能省去一些艰涩难懂的部分 二 一喝水就尿多 这是代表肾好还是不好 我先说答案 一喝水就尿多 肾脏可能是正常的 也可能不是正常的 有点生活常识的朋友估计知道 当我们一次喝了比较多的水的时候 很快就能感觉到尿液 而且尿量也会增多 大量喝水以后 水分进入血液循环中的量就会增加 肾脏感受到的压力也会增加 所以会出现滤过增强的情况 以此来保证电解质浓度的稳定 与此同时 喝了太多的水以后 抗力尿激素的分泌量也会减少 这种激素的作用主要就是增加肾小管对于水分的重吸收 当抗力尿激素分泌减少的时候 肾小管对水分的吸收减少 尿量就会增多 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 如果一次性喝水太多 太快 也会出现尿量增多的情况 一喝水 尿就增多也可能是异常情况 通过上面的介绍 我们应该知道 肾小管的主要作用就是重吸收 如果人的肾小管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它的重吸收作用肯定就会减弱 当人在喝水以后也会出现尿量增多的情况 还有一种叫做肾性尿崩症的疾病 这种疾病不要说你喝水了 不喝水尿量也很多 大多数尿崩症患者每天的尿液量多在4-10L 也有一些症状比较轻的尿崩症 一天的尿量可能仅仅只有2.5升 作为普通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据判断自己的肾脏是否健康 如果你每天正常的饮食 喝水 而且出汗量也不多 每天的小变量在1800毫升左右 那肾脏大概率是正常的 如果喝水后尿量增多 但是每次尿的量不多 那可能是肾脏出了问题 不过需要注意 上面的评估肾脏是否健康的方式并不太准确 要想准确评估肾脏的功能 我们可以去医院查个尿常规和肾功能 看看尿比重 饮血 蛋白质 鸡肝 尿酥蛋等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如果基本都在正常范围内 那基本可以断定肾脏是健康的 三 生活中 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肾脏呢 保护肾脏 做好这六点 肾会感激你 我们的肾脏是很敬虑的 它每天都需要过滤数百次血液 以此把体内的一些代谢废物排出体外 而且它还具有保持水电解质平衡 分泌某些激素 调控血压等的作用 如果肾脏出现了问题 那它对我们全身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此保护肾脏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 一 清淡饮食 如果想要肾脏健康的话 首先得注意的就是饮食 一般来说生活中应该少吃盐分含量高的食物 因为盐的主要组成物质是钠离子 摄入体内需要通过肾脏来完成代谢 可当钠离子成分超标时 就会给肾脏增加代谢的负担 久而久之肾小球过滤系统还可能受到伤害 当然除了这一点之外 还得注意营养的均衡 比如适量的摄入新鲜的果蔬 蛋类 奶类 坚果类食物 因为其中富含维生素 优质蛋白 不饱和脂肪酸和脂溶性纤维素 每天吃一些便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和肾脏的功能 二 把握饮水量 曾经有人做过一项调查 最终的数据表明 当下很多年轻人不到口渴都不会主动补水 但殊不知这样很容易影响肾脏健康 因为当有了口渴信号时 代表着身体已经极度缺水 而且肾脏的主要功能就是水分的再次吸收和代谢 在缺水时 身体内的毒素无法及时排泄 因此 对于成年人来说 每天应该保证2000毫升左右的饮水量 另外不要用饮料代替 三 避免憋尿 说到损伤肾脏的行为 憋尿绝对在其中 因为尿液长期储存在膀胱内 本身就有大量的细菌滋生和繁殖 如果在有了排尿医院后强行忍证 尿液又会经过输卵管回流至肾脏 其中的细菌毒素便可能伤害到肾脏 导致急慢性肾炎疾病发生 严重时还会发展为慢性肾衰竭 四 坚持运动 在饮食丰盛的现如今 肥胖人群的数量增多 这种情况下不仅带走了美丽的外观 还会影响肾脏健康 临床数据表明 常年有肥胖问题的人 更容易出现肾小求肥大或硬化的疾病 进而损伤肾脏过滤和代谢的功能 所以无论处于哪一个年龄段 每天要保持半个小时左右的运动量 五 不要熬夜 肾脏自我修复和调整的时间在晚上11点到凌晨两三点 如果这个时间段还没有进入睡眠状态 不仅会打乱内分泌 肾脏得不到充足休息 可能会成为疾病的突破口 六 切记滥用药物 正是因为肾脏是人体的代谢器官 药物又具有副作用 如果没有遵医主服药 或者听信其他的偏方 药品中的有害成分 很可能给肾脏增加负担 或者损伤其正常的功能